大家好我是全民风教育的小编Kate凯特 大家秉息一代8月27号Jackson Ho全球央行年会已经顺利落幕哦 会上联总会主席Powell他在年会上 将重点放在解释美联储在这场疫情的动荡中 所促进就业最大化和稳定物价的努力 小编已经帮大家整理好 开始之前大家快点按下订阅和喜欢 小编另外有再开了一个Cat Talks的频道 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大家可以订阅哦 我们先来看因为COVID-19而造成的冲击 这次疫情所造成的衰退是有记录以来最短暂 但也是最严重的衰退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夸张的让大约有3000万个功能都流利失所 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是 2020年第二季衰退的数字 是比2008年雷曼兄弟 那时金融海啸衰退的数字还多上了两倍 但是美国的复苏跟大力水手吃了菠菜后的表现一样 超出预期 短短四个季多后就超过了之前的峰值 恢复时间比起2008年金融海啸足足少了一半 不过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 我们另外可以从消费支出习惯 从服务业转到耐久才看出来 例如大家现在会把钱花在家用电器 家具和汽车等 而相对减少了旅游和休闲等领域的面对面服务 因为疫情的发生 大家不能在餐厅用餐 也不能去坐飞机出去玩 甚至可能连去看牙医这种服务都减少了 即使在今天 随着整体美国GDP和消费支出几乎恢复之前水平 服务支出仍是低于应有的水准大概7个百分点 现在总就业人数 比起2020年的2月的水平也低了大概600万 其中有500万 它是来自于仍然低迷的服务业 相比之下 耐久才的需求 目前比疫情前的水平还高出了20% 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供应 耐久才的价格贵很多 是将通膨率远远推高2%很多的主要因素 当然这也是FED它最大的任务 用货币政策去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 我们先来看就业市场的状况 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有大幅的改善了 今年的就业成长持续上升 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就业人数也大概增加了83万2千人 其中有将近80万人它是从事服务业 总招募输入也比疫情前的任何时候都还要来得快 雇主报告说工作几乎是一开出就直接填满了 速度快要他们无法去提供职位空缺 满足回归的需求 这些有力的条件有助于实现最大就业 所以失业率已经降到了大概5.4% 是疫情后的低点 但这个仍然过高 报告的失业率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 除了有一些是数据误差外 别忘了在这场COVID-19的战役下 不少人是再也回不去就业市场 所以长期的失业率仍然是居高不下 但Fed相信随着疫苗接种率上升 学校重新开学和失业救济金补助的结束 还是可以强迫一些劳动力人口回到职场 别忘了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他自行国会 坚持针对疫情发放的每周额外300块美金现金补贴 确定在9月6号借其停止 就算美国劳工醒一醒 快去上班 重返劳动力市场 再来我们看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通膨 Bauer的立场是认为 跨速的重启经济是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原因 在截至7月的过去12个月 总体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膨指标 分别达到了4.2%和3.6% 虽然远高于FED2%的长期目标 但他认为这些数据可能是暂时的 那原因有下面五项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PCE 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和CPI相比 PCE物价指数包含的房租比重比较小 比较能反映真实的通膨情况 通膨膨胀的飙升主要是 受到疫情后的经济重启影响 一小部分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品价格提高 光是耐久才一项 就对最近12个月的总体和核心通胀指标 贡献了大概有1个百分点 那能源价格也随着强劲的复苏 也跟着反弹 使得总体的通膨膨胀率又增加了0.8个百分点 从长期经验来看 我们预计这些上涨 对通膨的影响都是暂时性的 不过现在也还在评估跟观察 疫情前后核心PCE和PCE跟2%的关系 也就是可能还会再考量非核心PCE 到底有没有可能广泛的影响到通膨 那第二个部分他们认为 某些耐久才其实在后疫情时代 因为短缺压力减少 而有了价格回落的趋势 例如像二手车 假设像许多分析师所预测的那样 那么二手车的价格很快就会拉低通膨胀率 从图表可以看得出来 在过去的25年里 耐久才的价格实际上拉低了平均 每年大概1.9%的通货膨胀率 第三个薪资部分 薪资增长是否与2%的通货膨胀保持了一致 当然也是个评估重点 毕竟如果薪资增长的很显著 而且持续的高于生产力增长 和通货膨胀的水平 竟很可能会将这些增长转嫁给客户 不过根据美国的劳工统计 和亚特兰达的薪资成长追踪性 这些劳动成本的指数 显示薪资上涨的速度 似乎和长期通膨的目标是一致的 第四点 在长期通膨预期部分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都认为 货币政策框架强调 只要将长期通膨预定锚定在2% 对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都很重要 而且短期的高低波动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长期通膨预期的广泛指标 显示2%目标大致一致 总结这些模式的一种方法 是联准会成员的 共同通膨预期指数CIE 这个指数结合了广泛的调查 和基于市场措施的讯息 从2014年左右 开始的预期普遍下降 而且通膨膨胀率持续低于2%的一些时间 最近反转的趋势显示 长期通膨预期的变化 远低于实际通膨或近期预期 无论如何 美联储将保持随着时间的推移 让通膨锚定在2%的目标 最后 过去25年全球通缩力量的顺心 其实从1990年代以来 许多发达的经济体的通膨率 即使在景气繁荣的市企业 略低于两个百分点 低通膨模式可能反映了持续的抗通膨力量 包括了技术 全球化 或许还有人口统计的因素 和各国央行对于维持物价稳定的承诺 但在美国 在疫情前两年 失业率大是低于4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率是在2%以下 其实虽然是高于2%的通货膨胀率 但不足以将价格通膨 持续提高到2%以上 证明了虽然潜在的全球通缩因素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但也没有证据说 它们会突然反转 总而言之 这次年会的基本展望就是 第一 继续朝着就业最大化来迈进 第二 随着时间的拖移 通胀将会恢复到平均2%左右的目标水平 从1950年到19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 我们学会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 不要试图抵消通膨可能出现的暂时波动 因为货币政策对通膨的主要影响 可能会滴延一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如果央行它是针对暂时性的因素 去采取了紧缩的政策 那这样主要的政策效应 很可能会在需求过后才会出现 第二 中央银行不能想当然的 认为由暂时性的因素 引起了通货膨胀会消退 在1970年代有两个时期 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一度推高了整体膨胀 但是当整体通膨的直接影响减弱的时候 核心通膨持续高涨 这次Jackson Ho 央行年会 Colwell表示持续更新的数据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显示 一些因为疫情的工序是很正在改善 而且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示通膨会持续的放缓 另外我们也预计还会继续有场景的就业机会 所以在货币政策的部分 Colwell重申 从去年12月以来 BED就一直以每个月1200亿的步伐 在购买公债和MBS 以达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 目标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但目前看起来 通膨已经通过了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测试 在实现最大就业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FOMC7月会议上 Colwell和大多数的学者专家都认为 如果经济是如预期那样的广泛发展 那今年开始放缓资产的购买步伐可能是合适的 即使在联准会的资产购买结束后 我们增加的长期证据持有量 仍然会继续支持宽松的金融环境 也就是说 我们将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 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一直到经济达到了最大就业一致的条件 这边凯特讲一下 虽然大部分的市场解读 是认为符合预期很中立 Polwell不过是重申7月的FOMC的会议记录 但小编认为 但是Polwell的态度 根本就是为了放和平哥来的啊 因为对于哪时候要生息 其实Polwell的态度是连预测都没有 全编的演讲不停的说 还要再观察数据 但这样小编反而会觉得 报主席没有信心不敢给时间表 为了自保 大家可以多多观察 美国的房价和房租 对于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哦 今天的笔记分享到这边 记得快去订阅CAT Talks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